今天来成都这个老妈提花总店 来吃饭 现在中午 门口在招聘服务员 收益员 服务员一个月3千5到4千 收益员一个月4千5到5千 老妈提花 好好的面子 哇 收益好好 全部都满了 楼上满了 就到楼下坐一下 这是下午1点43分钟 跟我同学来吃 哇 你看 实际太好了 这个老妈提花 成都到处都有分店 这家是总店 这个提花始于民国年间 同学付款 两个人吃提花 点两亿人一个提花 然后点了一个炒青菜 一共是一百零几块 刚才他买了一颗帽子 帽子才五十块钱 所以这个物价太贵了 现在这个特老婆 成都那个兔子脑袋 都涨到十八块钱已经够了 现在兔子都四十几块钱一斤了 这个物价涨得太佳了 但是提花的味道还是很棒的 看这个满满的胶原蛋白 但都很软弱 下面还有这个雪豆 这个是雪豆 也叫云豆吧 女的这个吃了桃 美容养颜的 旁边还有一个蘸水的碟子蘸料 这就是豆瓣酱 这就是豆瓣酱 他说是很肥油 我们这个猪蹄里面都不油 那个群 老板很害羞啊 老板说他们这个猪蹄不油腻 他这个怎么把油去掉呢 我们炒的这个氛围 这个还有莴笋椰子 叫一份泡菜 这个提花是49块钱一份 还给大家说一下 哇 这个老妈提花太好吃了 这家叫义老妈提花 哇 我看了一下那个 小表 你看 全部啃得干干净净啊 骨头一大堆 泡菜呢 就是解腻 味道真不错 因为很多那个提花吧 做得不好的话 就是猪脚嘛 会有一种新气味哈 这里还好 那个提花处理得很干净 一点那个新气味都没有 有新味的话 就是吃不下去 有的提花处理不干净 上面还有毛 有毛那种最吓人的 今天这个中餐非常完美啊 我同学请我吃个饭 谢谢他 这个地方在岩寺口这里啊 要来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 叫义老花提花总店 圆淡淡桥正宗老店 义老花 义老妈提花总店 圆淡边桥正宗老店 就在以前那个西兰苏城旁边 西兰苏城都垮掉了 现在来到双流的盆镇啊 来这个喝茶 你看这边车子贴了个罚单 哇 前面这是特斯拉电动车 这里是盆镇老街双流啊 双流 大家知道有个双流机场 这里是以前的老房子 现在改成里面是停车场了 这是蓝葱方苏锅坑 这卖糖油果子的 现在下午了 人不是很多了 肯定是卖甘蔗的 喝茶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啊 现在冬天嘛 就是围炉煮茶 今天是星期天 哇 人还是很多的 明天差不多了 站住 我就把盆镇转了 以前这个盆镇没有这么多茶馆 就是前面有一家老茶馆把这带动起来的 把这个镇的经济都搞好了 西山画院现在在这开了啊 精品装修 门面出租 里面都是小院子 好多老家具啊 很多书 看边还要卖竹艺的 古正一绝豆腐 这像是奶茶的吗 秋月桂花烤莱 玫瑰烤莱 普尔玫瑰烤莱 可以吧 都烤莱 嗯 两年一个 嗯 大四 哦 这边这个烤莱就美冠三十二 那边才十几块钱 香丝豆花铺 香芋豆花 木桶豆花 两个美女在买 这里正在生炉子 后面还有个小院吧 啊 安逸 这个茶色大叫做永丰茶色 以前这里还是个铁匠铺 盆镇这个今天来的个镇死见于明末啊 哇 这还有很多老人家 老姐妹 老姐妹 要不要吃这个 哦 嗯 这个不一样 你看 后面那棵树子上面是什么 橘子还是柿子 橘子树啊 对啊 这个是巧克力的 你看我们弄了多少 是的 这个小院还是不错的 生意后面请到这个除草的 一百块钱除一次草 人民币 后面那棵树子是橘子树啊 晚上的盆镇的老街啊 恢复了临近 现在都快七点了 过来给我们挂一个灯 这小院很安逸啊 他一年的房租是两万块钱吧 他这一年房租是好多两位了 两万人民币啊 现在租不到了 看这五六年前租的这个小院子 一年两万人民币 上面不行这儿看不到 好了 现在天赛晚了哈 我们准备撤退了 晚上的盆镇老街啊 恢复了临近 现在我们从茶馆出来来吃这个肥肠粉 这个加了冒结 知道哈 这个肥肠粉 这个肥肠粉 然后我要的是树的 烈得有点变形了 没有 我们吃这个非常的好 点的树的粉 味道非常好 好吃 这里有添了一点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